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十六节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今天的导读经文 就是所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大使命的平行经文 林阳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 当年就是以这一段经文 作为林阳堂的核心目标 2015年7月 我到印尼林阳堂的信心神学院去教课 课于到了四五间林阳堂去讲道分享 在每一间教会的大堂 都看见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节经文高挂在讲台的两旁 可见大使命真的是林阳堂的DNA 其实大使命不仅仅是林阳堂的DNA 更应该是普世教会的DNA 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背起来 并且确实照着去行的主的命令 然而很多人对这段经文不了解 或是误解 以至于带来实行上的偏差 大多数的华人教会开拓教会或纸堂 都是以华人为对象 即使去海外纸堂 也是以华人为目标 这也无可厚非 因为华人也是很需要福音的 但是问题是当教会把大使命的万民 自动解读为华民时 那么这间教会的目标 就可能一直停留在华民 而看不到万民的需要 求主帮助我们华人教会 不管是台港 中国大陆 海外华人教会 但愿我们不再只是关心华人的福音 而是要看见万民的需要 还有许许多多 未听闻福音的地方 需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 但愿主开启华人教会 牧长的眼睛 看见主大使命的真意 不管教会大小 都以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为目标